封面故事聚焦CV赛场 大胜新疆之后呢 广东东莞大翼获得了五天的休息 今天下午广东队与九台农商银行狭路相逢 最终广东东莞大翼遭遇绝杀 以110比111西白 首决比赛 广东东莞大翼率先进入比赛状态 特别是赵锐 他在攻防两端都给予了球队不少的帮助 特别是这个回合 抢断对手 然后自己自信的快速推进完成上篮 在他的出色表现之下 广东东莞大翼在首截初段建立起微弱的领先优势 首截末端 广东队的进攻牙火 吉林队在琼斯的带领之下实现反超 首截结束 吉林以29比20领先广东 第二截 广东队打出不错的开局 双方分叉也在拉近 不过每当比分破进之时 吉林队都有人挺身而出 当琼斯拿球 广东队的防守重点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但琼斯在面对防守时能冷静分球 吉林队的其他球员也能把球投进 在这种情况之下 广东队依旧处于落后状态 第三截初段 广东队出现了进攻命中率下降的情况 而吉林队在琼斯的串联之下内外开花 原来各位数的分叉瞬间来到两位数 乌鲁平逢连夜雨 广东队在这段时间也出现了不少失误 导致杜空知道不得不叫暂停稳定军心 虽然此后广东队的表现恢复正常 但因此前挖的坑有点大 第三截结束 广东以80比88落后 来到关键的第四截 双方都加强了防守 进攻的速度和流畅性都不能与前三截相比 广东队依旧扮演着追分者的角色 当比赛还剩下一分51秒时 广东队的马上投进了关键三分 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此后双方下起了三分雨 最后时刻广东领先两分 这时琼斯持球 他在最后时刻 骑马射箭完成了三分投射 最终广东队遭遇吉林队绝杀 以110比111西板